我穿着一个毛衣下去遛狗 然后今天广州天气超好 遛得我热死了 回来就换了一个短袖 这就是大家看到我在12月穿短袖的原因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芒果 我双11的时候不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大型的开箱吗 最近也都陆陆续续开始使用了 距离现在有隔两个星期了吧 积攒了一些使用感 就想说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的视频呢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我就先从我脸上用到的东西开始说起吧 这是Fracora的这个精华油 我买的是他家的一个套装里面的 15毫升的 它的质地呢是偏水状的就是比较轻薄一点 然后也比较好吸收一些 早上化妆之前作为一个妆前的精华去使用 因为现在秋冬季节嘛 脸上皮肤也会比较干燥一些 所以我会使用一个这样油状的产品来 稍微滋润一下皮肤 然后再开始上妆 第二个用法呢 就是我会把它加在我的底妆产品里面 我之前买的这个Mac的海洋气垫笔笔 每次用之前呢就往这个气垫笔笔里面 滴一两滴精华油 然后再开始上妆 细腻程度都会提升 服贴度也会变得更好 你都不需要再去买什么光泽型的底妆了 但是哦 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不要贪心 加很多 我加个三四滴 就会完全破坏那个底妆的质地 每次加一到两滴就可以了 因为我之前用的是亚顿的那个金胶囊嘛 然后它也是油状的质地 那亚顿的那个质地呢 是更偏绵密一点的 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软 那这个呢就做不到那种效果 但是毕竟价格摆在蛋里面 作为一个平价产品来说的话 它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讲完底妆呢我们就来讲一讲 最近我在用的两款散粉 一个是Hourglass的Vail Powder 就是面纱散粉 它取粉格这里是一个H型 它这个粉就是超级无敌细 我目前还没有用到过 比这个粉质更细腻的底妆产品 因为它粉质很细 所以说它不会卡进你的干纹里 像我的眼下呢就有一些比较小的纹路嘛 它也不会拔干 持妆力也还挺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散粉我觉得是挺好用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达 就是那种我一定要买它的那种程度 另外一个散粉呢 是我之前做过开箱的美宝莲的 这个Fit Me的散粉 那这个散粉呢其实也很好用 它这个粉质也是很柔软很细腻的 它是有一点点肤色偏淡粉色的感觉 我的色调是Fair 它的定妆效果跟持久度也都还不错 硬要选的话 我觉得还是选这个比较划算 这个Fit Me的散粉是20克 然后Hourglass这个散粉是2克 价格呢 Fit Me的这个是50多还是60多块钱吧 Hourglass这个小包装 Travel Size的是150左右 我记得 那我今天的眼下定妆呢 就是一边用了Hourglass 一边用了Fit Me 然后我现在仔细看了一下 我觉得是看不出太大区别的 当然Hourglass这边 因为粉质更细 所以说它纹路的话 会更没有那么明显 你从远处看的话 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 Hourglass那个有点太贵了 Fit Me这个散粉 唯一我不知道你喜欢的 就是可能因为它粉妆太多 它这个盒子好厚哦 我不是买了那个亚克力的收纳吗 它都放不进我那个抽屉里面 所以说我每次都得把它摆在桌面上 它的这个开口里面呢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在里面配一个圆形的粉铺 这样子都是OK的 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化妆品呢 就是VNK的这个实色眼影盘 我先说明啊 这个实色眼影盘 是我昨天刚收到的 我试了一下色 觉得非常的喜欢 它这个配色就是非常温柔的 一个粉嫩的盘 我这个色号呢 是04号松果豆沙 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画 粉色系的眼妆 我看到这个配色的时候就很戳我 里面的颜色主要集中在 比较浅一点的色调 像这种浅肤色浅粉色 珊瑚粉色 豆沙粉色 配色还挺实用的 然后你可以有不同维度的粉色 包括它这里有一个 比较偏橘一点的松果色 这盘眼影 我觉得它的珠光色没有哑光色做的好 显色度呢算比较普通的 几个雅光色的试色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配色真的很好看 我今天眼妆呢就是用了这一盘 我是用了这个颜色做打底 然后这个颜色作为双眼皮内的眼褶色 然后最深的这个颜色呢 作为眼尾的加深色 眼皮中间呢用了一点这个 粉色的珠光色作为提亮 包括我今天的腮红 也用的是这一盘里面的 这个比较偏裸粉色的这个颜色 就是很适合用来画桃花妆 然后里面配的这把刷子呢 我觉得是所有眼影盘里面的通病 就是这种刷子都不太好用 它这个刷子其实刷型还是不错的 但是刷毛比较硬 我今天试用了一下 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刷子我会扔掉 包装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的一点 非常干净 然后这边有它的logo 然后里面打开呢 是一面这个大的镜子 但是有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这里抠开的时候 有点不太好抠 我昨天抠了半点才把它打开 总体来说的话 这盘我还是很喜欢的 刚刚讲护肤品的时候 忘记讲偶类的这个套装了 这个套装呢 是我看双十一 就是很多博主都在推 然后虽然我知道应该都是广告了 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买了 我买的是这个Pro X 有配他家的这个小雅琳精华挤出来 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较偏水感的 一蹦挤出来 就刚好是差不多整张脸的用量吧 所以说这一点还挺好的 然后精华的质地呢 比较的轻薄 非常好吸收 那缺点呢 就是我刚用前两天吧 脸上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刺痛的灼热感 一点点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成墙皮来的 所以说有一点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得跟大家讲一下的 然后美白啊亮白的功效的话 我暂时还没有看出来 光从质地上面讲吧 我还是挺喜欢的 小雅琳 我总是把它叫做小陀螺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比较沉的 但其实它塑料感还挺强的 非常非常的轻 拿在手里就没有什么质感嘛 但是我用下来呢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 我没有它的时候 我一般就是用手去做一些提拉嘛 你皮肤跟皮肤之间的摩擦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一些拉扯什么的 但是这一个呢 因为它这个是金属的表面比较光滑 比手要好用一些 虽然说它的质感没有说特别好 但是我还是在每天都用它 但是我不会搭配这个Pro-X的这个精华液 因为这个精华液实在吸收的太快了 你擦上去还没来自己的按摩呢 它就已经差不多全吸收完了 所以说我每天早上呢会搭配FRACORA的这个精华油来用 这个小脱落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敷面膜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按摩 我买的OLED的那个套装 它送了我这个水感透白光速钻纹弹力面膜 我还挺喜欢的 那它的面膜纸呢是稍微偏厚一点的 敷上来了以后能够让你的皮肤细腻度有所提升 这里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昨天晚上又用了一次这个面膜 然后我发现它会让皮肤的细腻度 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而且会让皮肤看起来挺白的 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所以说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它没有太大的保湿的效果 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面膜我用完之后会搓泥 再补充一下 它搓泥真的挺严重的 洗完脸之后只敷它不擦任何护肤品 它就自己会跟自己搓泥 所以说建议大家用完之后还是要洗完脸 然后再去做后续的护肤 然后接下来几个呢就是一些洗护系列的 那首先呢是这个Living Proof的这一套 我的这个是Perfect Hair Day 你们如果关注我很久的话应该知道 我自己是很少用护发素的 但是因为Living Proof这个牌子还是挺火的嘛 所以说我这次就是一整套都试用了 不要看它这个瓶子是灰灰的 它这个洗发水的质地呢就是普通的 洗发水的形态就是白色的那种 然后洗完之后呢头发会稍微有一点点干色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搭配护发素使用的 这个洗发水的味道呢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它有一点柠檬茶的味道 那这个护发素呢跟洗发水一样 就是也都是乳白色的质地 护发素的味道呢就比较淡一些 那这一套用下来呢我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就是我第一次用完的时候 我的头发的垂坠感有明显的提升 比较有韧性一点 对发质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今天早上就是用这个洗发水洗了一个头 我这个人对于洗发水和护发素之类的 头发类的产品还是比较挑的 因为我是自然卷嘛 这是我第三次用啊 就是用下来效果我都觉得很不错 让我的头发没有那么毛躁 然后能够提升我头发的韧性 接下来一个呢是这个 Soupan Glory的这个Smoothie的磨砂膏 我前两天呢刚在微博上面吐槽了一下 多芬的那个身体磨砂膏 就是猕猴桃的那个 我上十一的时候又买了这个 我就赶紧换了这个 这个磨砂膏 这个磨砂膏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里面是这样的 黄糖味 它这个黄糖味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以至于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吃掉那种感觉 用的时候也是会全身都是那种甜甜的糖 糖的味道 它不是那种糖果的味道 它就真的是黄糖的味道 颗粒大小比较刚好 不会说特别细到没有存在感 也不会说特别粗到就是会很痛什么的 最重要的是呢 你用完它皮肤会觉得非常的光滑 所以说这个磨砂膏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 那之后的东西呢 我应该也都会陆陆续续的 以或者是视频 或者是微博 或者是公众号的分享的形式 来告诉大家就是 我这些新买的东西 我到底用完以后喜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单纯的只做开箱的话 可能参考价值会比较低一些 如果你们喜欢这次的视频的话呢 就可以给我一个赞 或者给我一个收藏之类的 希望你们会觉得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觉得这个角度好像拍起来比较好看 我要重新拍一遍吗